这几盆是铁线连 现在是11月底的多伦多 今天在收拾花园的时候 发现了一件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 朋友你好我是时珍 这是个眼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是一颗盆栽的铁线连 你看已经把它枝都剪掉了 准备过冬 这样的话比较neat一些 比较干净整齐一些 上面这个是另外一盆花 这是什么花 没关系空盆都可以 下面春天的时候 在把这个花盆摆好的时候 就放了这个盆子 铁线连它是中间长出来的 这个四周 我就把它的几个分支埋在土里头 然后压着盆子想什么呢 希望着它这个压在土里的这一只能够生根 这样的话 我可以有更多的铁线连作为备份 效果怎么样 今天把这个打开看 有两件事情 第一是这个小白牙 这小白牙是什么 是根吗 不是根 根的颜色是有点棕色 有点黄色 这个白牙很有可能是它想长的牙 新的牙点长出来 但是因为扣住了 没有阳光 它长不起来 而且是白色的 当时压两三个分支 这个你看没有生根 没有生根 但是这个仔细看 看看这里生根了 再仔细看呢 这些枝呢 这个枝呢 要比其他的枝要稍微老一些 也许老一年 它就相对更容易生根 你看它的根的颜色 这样的话 一颗就变成了两颗 可以从这里剪断 这样的话 这颗就可以单独挖出来 再放在 种在另外的盆子里了 听老专家说呀 春天移栽比秋天移栽 成活率要高很多 所以我现在秋天我先不动它 等春天折腾的时候 再把它剪断移栽 又仔细观察了一下 你看这个地方 它是有土埋上的 而这个地方 这节儿底下是空的 所以没有被很好的埋住 它这牙点在这 节点在这儿 节点是最容易产生根的 要如果下次还有下一次的话 要把这个节点埋到土里了 确保它在土里 其实你知道吗 不仅仅是夏天它容易分根 现在冬天 你也是可以把修剪好以后的铁线帘 把它这个地方埋到土里头 春天的时候 也许它就能长出新根来 对于铁线帘这种爬腾植物来说 它的承插 成活率相对较低 而它的压根 无论是高压还是低压 这算低压吧 成活率 生根率都是相对较高的 而且很简单容易 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 只要多花几分钟 那么半年之后 你可能就会多几颗 同样的铁线帘 至少作为备份吧 好了铁线帘的压根 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 石真家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